他是縱橫各類球場 擁有上百個單打冠軍頭銜的 網探傳奇 包括20座大滿冠軍杯 創下男子網球記錄 但他留下的典範 並不侷限於那片發球區 2006年成立的費德勒基金會 致力於幫助非洲的孩子 接受優質教育 而就是在這個 遠離網球場的地方 費德勒才自認為 他對世界做出了最大的貢獻 去年接受費德勒基金會 幫助的孩子達到了100萬個 去年接受費德勒基金會 成立的最大功臣 其實是他 選在南非行善 因為那正是費德勒的母親 出生長大的故鄉 而教育是他認為最重要的一環 因為自己16歲就投身網壇 接受國手培訓 最大的遺憾就是錯過了學校教育 我沒有玩得很棒的 我只能玩少許的森林 你會發現 誰你身上其實也不重要 我不是森林玩家 我其實是在地上 比我的森林工作人員 對 我覺得我的森林工作人員 只能長這麼長 因為身體只能長這麼長 但基礎是一切 永遠都能長這麼長 來看約旦流傳了 一千多年的波及